7月2号晚上有网友爆料 杨蜜拍摄电视剧暴风眼的九十二天拍摄时间里 四十二天都请假外出 还详细列出了杨蜜的行程 表示其多数时间在外捞金 针对此质疑杨蜜方向媒体回应 在剧组不拍摄其戏份时 经剧组同意有正常的请假外出工作 所谓的请假四十二天的说法纯属不实 刻意的模糊和夸大了时间完全是假的 其实朗朗觉得我们大秘密工作上一直很拼 是相当敬业的努力女孩没错啦 让过来新闻造谣什么的快停下来吧 多等暴风眼播出呀